最近中国女排传来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,国手张长宁正式确定将会复出。 按照媒体的报道,今年新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将在11月4号拉开序幕,此前常州体育局方面已经公布消息,奥运冠军张长宁在新的赛季将会回归江苏女排。 这意味着,张长宁将会有机会回归中国女排,出征明年的试联赛以及奥运会。 一时之间,对于很多球迷来说,肯定都想知道张长宁最近的动态,以及想要确定他能否出征中国女排的比赛。 就在最近深夜22点,张长宁做了一个非常意外的重磅决定,从这个决定能够看得出他的决心,相信明年回归中国女排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。 据媒体报道,张长宁在最近确定复出之后,他还在设媒晒出自己剪短发的照片,发文表示咔嚓咔嚓,从头开始。 从视频来看,张长宁已经把自己留了多年的长发,直接剪掉,留了一头比较短的头发。 从这点已经看得出来,张长宁想以全新的形象面对新赛季的比赛,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。 看得出来,他的心态已经调整过来,希望自己尽全力打好比赛,调整好状态,不管是在省队,还是在国家队,都期待打出好的成绩。 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,基本上能预料到,接下来张长宁出征中国女排的比赛可能性非常大,相信通过这一年的时间,他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。 看到这个表态,对于所有喜欢张长宁和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,应该可以放心了,不用太过于担心他的状态问题。 另外一方面,对于中国女排的教练组,包括一众队员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消息。 毕竟此前因为张长宁和朱婷的缺席,中国女排整体的实力受到非常大的影响,尤其在主攻方面的火力受到非常大的折损,导致中国女排在近两年的成绩一直不是特别的稳定,理应一人非常辛苦,打得满身都是伤病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相信不管是他的队友教练还是球迷,都十分期待这两位主力能够全线回归。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我们无疑看到了希望。 之前,朱婷已经许下承诺约定大家明年见,意味着今年通过一甲联赛新赛季调整之后,朱婷接下来将会尽快回归中国女排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明年朱元璋三人合体,再加上李莹莹、王媛媛这些核心主力,相信中国女排的实力肯定能够提升好几个档次。 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仅是亚洲第一,甚至是放眼整个式联赛还有机会冲击冠军。 毕竟今年,在缺少两大主力的情况下,我们已经拿到亚军。 相信明年有机会站上最高领奖台,希望中国女排好好加油。 等会 再联合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